- 雅詩藍帶小妝瓶的成分解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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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直接來跟你們解密 - 這一瓶專櫃如此熱賣的精華液 - 到底值不值得買? - 它到底都加了什麼樣的成分? -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囉! - 首先的話我自己是用過一瓶空瓶 - 那還有這種小瓶的也用過幾瓶了 - 那我自己用空瓶的結果呢 - 是覺得說它的保濕度真的很不錯 - 但是我用的會長痘痘 - 所以說如果是我要用它的時候 - 因為它是屬於一瓶成分還蠻不錯的 - 緊緻抗老型的精華液 - 我自己在用的時候我會局部 - 就是用在這種法令紋啊或者是淚溝 - 就是特別需要加強緊緻啊抗老的地方 - 那有的人可能會想說奇怪 - 這又不是眼部的精華液 - 你怎麼會用在淚溝 - 原因是因為眼霜眼精華那就是一個噱頭 - 它是商人想要讓你多花錢的一個產品 - 所以眼霜的話是可以不用買的 - 一般臉部的不管是精華液啊化妝水乳液乳霜 - 它都是可以拿來保養我們的眼周的喔 - 但是這一瓶的話它還蠻適合敏感肌的 -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添加酒精 - 也沒有添加人工合成香料 - 裡面還有添加很多舒緩成分啊 - 像是墨藥醇啊 - 羊柑橘啊這類的 - 都是很好的舒緩成分 - 非常適合敏感肌去做使用 - 簡單來說這一瓶的話它是比較適合熟靈肌膚 - 那如果你是有非常嚴重皺紋問題的話 - 單靠它我覺得有一點不夠 - 你還要再搭配一些像是A唇 A唇它是非常厲害的抗皺成分 - 那像是A唇的產品我會推薦像是Kiehl's的A唇精華 - 那如果你的皮膚再敏感一點的話 - 你可以看倩碧的這一瓶A唇精華 - 這兩瓶都是專櫃裡面很好用的A唇精華 - 那你就可以跟小棕瓶做搭配使用 - 那使用的順序呢原則上是先用小棕瓶 - 然後再用A唇精華 - 但是以我自己的膚質來說 - 我只會選一瓶做使用 - 所以我原則上小棕可能會白天用 - 那A唇精華就是晚上用 - 那不管你擦任何保養品都一樣喔 - 不管你有沒有擦酸類還是什麼 - 你如果想要抗老的話 - 防曬是非常重要的 - 如果你沒有擦防曬 - 你的那些抗老保養品 - 美白保養品都是白塗的 - 全部都會變成眉效 - 所以請擦防曬喔 - 白天一定要擦防曬 - 那年輕肌膚可以用小棕瓶嗎 - 其實是可以的喔 - 它可以去幫你做到預防老化的效果 - 如果用年齡去定義每個人的肌膚年齡呢 - 我覺得這個是不客觀的 - 因為每個人的肌膚年齡呢 - 不一定跟他的年齡是一樣的 - 所以呢 - 當你今天如果開始有一點小細紋 - 或者是比較不穩定啊 - 我覺得你就可以開始使用小棕瓶了 - 好啦 - 那首先這一瓶小棕瓶呢 - 它主要主打的是緊緻抗勞啊 - 然後什麼修護敏感泛紅 - 或者是有的人說他可以修護痘痘 - 那那個是網友說的 - 但是這方面修護痘痘 - 我自己是真的沒有感覺 - 我自己反而是會長痘痘 - 所以我就是只會局部做使用 - 局部加強 - 那至於就是什麼敏感啊 泛紅 - 這方面我覺得我用它的話 - 是皮膚完全沒有敏感 - 因為畢竟它的配方是沒有酒精的 - 那也沒有添加人工合成的香料 - 那色素的部分呢 - 它是添加食用的色素 - 那那個色素的等級 - 它是可以用在我們的食品以及藥品裡面的 -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相當的高 - 那至於就是主打緊緻毛孔這部分 - 說實話我沒有感覺 - 但是有蠻多人是有感覺的 - 但我真的沒有感覺 - 那關於緊緻毛孔這個部分 - 說實在的要靠保養品是非常困難的 -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比較會出油的肌膚 - 因為今天我們會出油 - 毛孔就會變大 - 那這是很正常的 - 那你要靠就是一般的保養品去做到緊緻毛孔 - 是不可能的 - 因為你的身體還是照樣出油嘛 - 那出油所以毛孔還是會 - 就是呈現那個蒼孔的狀態 -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偏有性 - 想要靠它來緊緻毛孔的話 - 我覺得 - 就不用想了 - 對 - 如果你是老化型的那種毛孔的話呢 - 那我覺得用它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- 好 那我們就來分析它的成分囉 - 那剛剛說過了嘛 - 它是沒有添加酒精 - 也沒有添加就是人工合成的香料 -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成分表吧 - 首先它的成分表呢 - 第一個是水 - 那成分表它排的順序呢 - 它會照著濃度做排序喔 - 濃度越高的會排在越前面 - 所以我們就是照著由前看到後嘛 - 從濃度高看到濃度低 - 那第一個的話是水 - 水的話很正常 - 不管你買的是精華液安品 - 還是化妝水 - 乳液乳霜 - 所有的保養品 - 幾乎第一個成分都會是水 - 再來第二個成分喔 - 也就是這一整瓶裡面濃度第二高的 - 僅次於水的就是惡劣酵母 - 發酵產物 - 容包物 - 那這個很長的成分 - 我們就簡稱它是惡劣酵母好了 - 那相信這個成分大家還蠻熟悉的 - 那一般人可能會以為它是酵母 - 但其實不是喔 - 它是比菲德氏菌 - 它的英文裡面很明明確確寫的 - 它就是比菲德氏菌 - 那比菲德氏菌是什麼呢 - 它是一種益生菌喔 - 它非常常見於在我們的 - 像是優弱乳啊 - 或者是我們平常會吃的益生菌 - 那它主要幫我們皮膚做的呢 - 就是保濕 - 那因為是益生菌的關係嘛 - 我們平常吃益生菌是為了什麼 - 為了腸道的健康 - 因為腸道裡面會有好菌跟壞菌 - 那同樣在我們的臉上 - 也是一樣有好菌跟壞菌 - 那我們補充好菌的目的呢 - 就是想要讓好菌多於壞菌嘛 - 在我們的腸道跟臉 - 才會是比較健康的狀態 - 那這部分有的人會覺得 - 聽起來很玄學 - 但是這部分的話 - 它是真的有 - 就是透過科學實驗證實的 - 就像平常我們的雙手 - 會有很多的細菌一樣 - 那像臉也是一樣啊 - 會有很多細菌 - 但是細菌又有分好菌跟壞菌這樣子 - 那接下來的成分 - 就添加了一些保濕劑啊 - 還有一些輔料的部分 - 那我們直接跳到就是活性成分的部分 - 下一個活性成分呢 - 它是猴麵包樹脂的萃取 - 那當初雅詩蘭黛在出這一瓶的時候呢 - 就是推出這個升級版嘛 - 在去年2020年推出升級版的時候呢 - 它說這是第七代 - 那它主打的就是有添加惡劣酵膜 - 也就是益生菌 - 搭配猴麵包樹脂 - 再搭配雅詩蘭黛加的專利 - 三生泰1-32 - 這個呢 - 就是它這一瓶的整個專利的技術 - 猴麵包樹脂呢 - 它主要就是把我們的皮膚 - 達到抗氧化 - 也就是延緩老化 - 延緩衰老的意思 - 那下一個成分的話 - 就是雅詩蘭黛的專利技術哦 - 剛剛有說到的那個 - 三生泰-32 - Tripetai 然後1-32 - 那這個成分呢 - 它是雅詩蘭黛的專利 - 那相信如果有在看我頻道的人呢 - 應該對於生泰這個成分很不陌生 - 生泰這個成分它是很常添加在抗老的保養品 - 不管是化妝水精華液乳液乳霜 - 它是抗老的保養品都會用到的一個成分 - 那它的話呢 - 主要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膚去改善皺紋這個部分 - 再來下一個成分呢 - 是玻尿酸 - 那玻尿酸的話 - 它就是很常見的一個保濕成分 - 那有很多廠商會誇大說什麼 - 它可以去 - 像是我們去打醫美一樣啊 - 填充我們的細紋皺紋 - 那個是不可能的 - 保養品的玻尿酸它的分子非常的大 - 它進不到皮膚裡面去 - 不管它是什麼水解啊 - 或者它是小分子都一樣 - 它就是進不到我們皮膚的那個最底層 - 它是進不到真皮層的 - 我們一般的保養品都只能停留在角質層 - 它是進不到真皮層 - 只有少數的成分像是A唇 - 它是有辦法進入到真皮層 - 發揮作用的 - 所以簡單來說呢 - 玻尿酸它就是保濕而已 - 它沒有任何的抗老抗衰老都沒有 - 它就是保濕 - 結束 - 不管任何品牌的玻尿酸都一樣喔 - 如果它跟你說什麼它能夠除皺什麼 - 那個全部都是假的 - 全部都是要騙你的錢的 - 所以 - 如果有人在主導什麼玻尿酸啊 - 緊緻抗皺啊 - 不要理它 - 那就是要騙你的錢 - 不管它是多大的品牌 - 都一樣 - 那像是玻尿酸這個成分 - 有一點是需要特別注意一下的喔 - 玻尿酸這個成分呢 - 它添加在保養品裡面 - 通常都是在1%以下喔 - 不管多貴的保養品都一樣 - 都在1%以下 - 原因是為什麼呢 - 因為如果添加超過1% - 它容易會有那種什麼搓泥啊 - 或者是有起屑屑的那種狀況 - 那廠商都很聰明嘛 - 消費者通常都不喜歡就是搓泥啊 - 或者是那種起屑的狀況 - 所以廠商呢 - 添加玻尿酸都不會添加超過1% - 那並不是說廠商偷工減料喔 - 原因是因為玻尿酸這個東西 - 它本來就只需要添加0.幾% - 它的效果就可以很好了 - 所以不需要添加到那麼高濃度 - 因為沒有意義 - 因為加多的就是沒有意義 - 也就是廠商會浪費更多的錢 - 它會有更多的成本這樣子而已 - 好的下一個成分呢 - 是酵母萃取 - 那酵母萃取的話 - 其實在小黑瓶裡面有添加 - 跟惡劣酵母一樣喔 - 我們剛剛說到的成分表第二位的惡劣酵母 - 它也是小黑瓶也有添加的成分 - 所以為什麼通常很多人會拿這兩瓶來做比較 - 那我之後會再出一集就是他們的成分比較喔 - 那你們可以就是期待一下 - 那酵母萃取這個成分呢 - 它主要就是幫我們的肌膚抗氧化喔 - 也就是抗老 延緩衰老的意思 - 下一個成分是乳酸感菌發酵產物 - 那乳酸感菌呢 它就是乳酸菌 - 那乳酸菌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嘛 - 甚至什麼養樂多啊 - 這些乳製品裡面都會有 - 乳酸菌的話它就是益生菌嘛 - 一樣就是好菌啊 - 幫我們去平衡臉上的壞菌 - 去幫我們打壞菌 - 這樣的意思 - 下一個成分呢 - 是可樂果子 - 那這個成分它需要注意的一點 - 是如果它在高濃度的情況下呢 - 可能會有敏感的反應 - 但是呢 - 因為它這個可樂果子它是排在玻尿酸的後面嘛 - 我剛剛有說過玻尿酸它通常只會添加0.幾% - 所以代表這一瓶的話它的濃度一定是低於1%的 - 所以不用特別擔心它的濃度蠻低的 - 那可樂果子呢 -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膚抗氧化 - 也就是抗老化喔 - 那下一個成分的話是白花春黃菊花萃取 - 真的好長喔 - 那它的話呢 - 你就直接把它想像成羊柑橘就好了 - 它們是同一類的植物 - 那它的話就是有 - 舒緩以及抗氧化 - 也就是延緩衰老的效果 - 再來下一個成分是水解藻礁 - 那水解藻礁 - 你就把它想像成藻類 - 因為它是同一類的東西 - 那藻類的話 - 它主要就是幫我們的肌膚做抗氧化 - 也就是延緩衰老做抗老化 - 這樣的一個效果 - 那下一個成分呢 - 它是Pentacin - Pentacin它是泛酸 - 它不是酸類 - 它是維生素B5 - 那它又可以叫做泛流乙安 - 那它跟我們一般常見 - 維生素B5裡面的產品 - 像是理膚保水啊 - 或者是SK2 - 它們裡面添加的不是Pentacin - 它們添加的是Pentanol - 跟小中瓶的這個會不一樣 - 那Pentanol是叫做泛唇 - 就是維生素原B5 - 都是維生素B5 - 但是如果論舒緩這部分的話呢 - Pentanol的效果會更好 - 就是像是理膚保水啊 - OLE SK2那些的 - 那這一瓶添加的維生素B5呢 - Pentacin - 它主要的功效是做保濕補水這個部分的 - 再來下一個成分是咖啡因喔 - 那相信如果有在研究成分的人 - 對咖啡因一定非常熟悉 - 原因是為什麼呢 - 因為它是大部分的眼霜 - 不管是開架還是專櫃還是貴婦品牌 - 它們通常大部分都會加咖啡因眼霜裡面 - 或者是眼部的精華液 - 那這個成分它主要是可以幫我們的肌膚抗氧化 - 也就是延緩衰老 - 但是至於很多人認為說它有消水腫的功效 - 其實呢 - 這部分並沒有相關的科學文獻可以去證明 - 所以目前的話它是一個問號還不確定的狀態 - 簡單來說咖啡因它就是抗氧化抗老 - 就這樣而已 - 以至於消水腫的話不用太期待 - 那我發現雅詩蘭黛集團啊 - 像是雅詩蘭黛本人啊 - 還有藍妹兒啊 - 倩碧啊 - 屏幕宣言 - 這些都是雅詩蘭黛集團的品牌 - 他們都很喜歡把咖啡因啊 - 這個喜歡添加在眼霜裡面的成分 - 添加在臉部的保養品裡面 -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- 下一個成分是軟鈴脂 - 它是有保濕的效果 - 那它通常添加在我們的保養品的濃度呢 - 是0.5到2%哦 - 下一個成分呢 - 它是紅墨藥醇 - 它主要是可以幫我們肌膚做舒緩 - 那它的話呢是可以天然取得 - 那天然取得的途徑通常是陽柑橘 - 但是它也可以透過人工合成的方式哦 - 簡單來說它就是舒緩的功效 - 那在保養品裡面呢 - 最高只會加到1% - 原因是因為超過1% - 可能會有安全上的疑慮 - 所以它通常都是低於1%哦 - 下一個成分呢 - 是絞砂丸 - 那相信大家對這個成分都很熟悉 - 絞砂的話呢 - 它主要是可以抗氧化 - 以及呢幫我們的肌膚保濕 - 那絞砂這個東西 -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- 聽起來好陌生哦 - 它是什麼東西呢 - 它其實是天然存在於我們肌膚的天然保濕因子哦 - 它是我們大家本來就有的東西 - 那它的話呢就是抗氧化嘛 - 保濕 - 然後還可以就是修護我們皮膚的屏障 - 因為它是我們皮膚本身就有的東西 - 那有的人可能會有疑問說 - 絞砂它是不是從鯊魚裡面萃取的呢 - 這個是不用擔心的 - 因為現在的保養品都是從植物做萃取的哦 - 所以如果這點你比較在意的話是不用擔心的哦 - 下一個成分的話是維生素E - 那維生素E的話相信大家都知道 - 它就是抗氧化、延緩衰老 - 好的在下一個成分呢 - 是本羊乙醇 - 本羊乙醇它是一個防腐劑 - 那有相關的法規去規定說 - 它的濃度呢最高只能加到1%哦 - 那也就是說等一下排在它後面的一定百分之百 - 是低於1%的 - 那這個成分還蠻重要的 - 因為從開架式啊一直到貴婦 - 專櫃貴婦的保養品 - 它們都會添加這個防腐劑 - 那這個防腐劑也是你很好可以去判別產品濃度的一個方式 - 那接下來排在這個防腐劑後面的成分只有兩個 - 都是實用色素 - 分別是紅色4號還有黃色5號 - 那它們的話呢都是可以添加在食品以及藥品的色素哦 - 所以安全性都是很高的 - 好了我們小中品的成分終於解說完畢了 - 簡單來說呢它就是一瓶比較適合有皺紋問題 - 但是皺紋問題沒有非常嚴重的人去做使用的 - 那如果你是比較偏混合偏油的啊 - 會建議說你先去拿試用包 - 因為這部分的話真的很難說 - 我還是有就是聽過有人他是痘痘肌 - 但是他用了小中品他很喜歡 - 因為用了痘痘肖了 - 但是我用的就是痘痘 - 就是冒出來 -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去索取試用包先體驗看看 - 我覺得這部分非常重要 - 因為你去索取試用包的話 - 通常可以用到一個禮拜這麼久 - 所以我覺得一個禮拜的話是已經可以體驗說 - 這瓶產品到底適不適合你 - 會不會讓你長痘啊 - 會不會讓你過敏啊 - 各方面的 - 但是這瓶的話它還蠻適合敏感肌的 -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添加酒精 - 也沒有添加人工合成的香料 - 裡面還有添加很多舒緩成分啊 - 像是墨藥醇啊 - 羊柑橘啊這類的 - 都是很好的舒緩成分 - 非常適合敏感肌去做使用 -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小中品的成分分析 - 就到這邊囉 - 那如果是有任何問題的話都可以直接問我 - 那或者是你有想要對我說的話啊 - 覺得我哪裡還不夠好啊 - 你都可以直接留言喔 - 那喜歡的話可以訂閱 - 不喜歡的話沒有關係你可以不用訂閱 - 那我們下次再見 - 掰掰